南高雄交易量下滑 小港區不減反增 高雄今年2月房市交易量 據高雄地震局顯示更有1977戶 比去年同期增加88戶約4.7% 南高雄除了林雅區和小港區之外 其他區都比去年同期減少 林雅區今年增加51戶 竹英市新建案陸續交屋 眾多工廠具體的小港區也增加了33戶 原因是 小港的房價如果說跟鳳山或山明區比 它的房價相對的較低 買屋意願也會提升 以新建案開家看 小港區實際成交價約每瓶12到19萬元 人數一字頭首購區 而房價持平未漲也是交易量增加原因 小港區物林10年內的中古 每瓶約11到12萬元 10到20年的中古大樓 房價每瓶最低更只要8萬元 我一定會小港 因為我在小港住了40幾年 我小孩子也都在這邊長大 而小港區人口從2006年開始 已連續12年正成長 加上中綱、台船等 官股民營企業聚集 讓小港區人口穩定成長 有助增加房市交易量